謝國良是不是有所謂的 賤賣基隆的嫌疑在 那最近其實新聞媒體 大家都不斷的在報導 就是最大條的就是Net 那除了Net之外 我們希望的一直都是 謝國良身為一個市長 他可以解釋一下 他們在合約的部分 他們所謂的評審標準是什麼 最常被講的就是 你們當初就是為了勾勒龍 所以選出了這個市長 那這個是你們要承擔的後果 謝家常期在基隆 就是他利用自己的家族權勢 然後去得到自己想要的個人利益 我是給謝國良這樣建議 謝國良你今天開始最好點點 你最好點點 因為你會激起大家的鬥志 謝國良要把他升到政黨 升到政治 升到國民黨都去救他 謝國良我相信你是走錯路 彥榮你是基隆人嗎 對我是 我已經住在基隆22年了 就是沒有離開過基隆 就是基隆土生土長嘛 那你現在是還是學生是不是 我現在是大四的學生 那就奇怪啦 你怎麼會就是參與這一個 拆量行動其實就是罷免嘛 那你們發起的訴求是什麼 其實主要我覺得關於發起的訴求 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來的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很多人提到的 謝國良是不是有所謂的 賤賣基隆的嫌疑在 那最近其實新聞媒體 大家都不斷的在報導 就是最大條就是NAT 那除了NAT之外 我們希望的一直都是 謝國良身為一個市長 他可以解釋一下 他們在合約的部分 他們所謂的評審標準是什麼 因為最直觀的來看 當然就是他們選了一個 固定權利金給了最低的一個廠商 彥榮我請教不好意思打斷你 就是說你是大四的學生嘛 那你們你覺得基隆 因為你說土生土長 你們基隆人真的在乎這個嗎 在乎權利金嗎 在乎就是說這個標案的 權利金是高是低 是你們在乎的嗎 還是說其實是因為市長上任以來 然後可能一個跳票 兩個跳票 三個跳票 累積起來的那個變成 你們對他所作所謂的 關注度變高了 NAT他也不斷的上新聞 他們不斷的發聲明之後 才讓整個全體市民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其實這對於市民的影響 最嚴重的當然就是 我們身為一個市民 那我們有沒有受到實質的損失嗎 那其實 包括我們跟他們簽合約之後 我們獲得的收益 或是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要花到的錢 其實都會再去影響到 我們後續所有基隆的建設 我們可以得到多少 我們獲得多少 或是我們是不是會因為這些 權利金的減少 導致於我們有一些 有關於像 謝國長有提到 在上任前 他的其中一項證件 是要給防疫補助金嗎 那現在很明顯這個也是跳票 那我們就會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你跟廠商的這些 合約的關係 那導致於市府的收益減少了 然後導致於這些所謂的 社會福利的部分 他沒辦法給予 那這個是我們提出的疑問 我們也會希望他可以回應 那我請教然後同學之間 知道你是基隆人 然後聊到謝國良 那個氣氛是什麼 我們最常被講的就是 你們當初就是為了購購龍 所以選出了這個市場 那這個是你們要承擔的後果 但我覺得 正是因為可能不是基隆市的市民 所以他們會比較少知道 除了所謂的證件跳票之外 但證件跳票這個有非常多的 可以講嘛 Gogoro 然後所謂的防疫補助金 捷運 然後成績轉運站 這些都有很多很多 他沒有做到的事情 但是另外一部分 其實是 謝家常其實在基隆 就是他利用自己的家族詮釋 然後去 得到自己想要的個人利益 像大家都有聽過 那個有關於惡性員工 要一個拉四個的事情 那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比較少人提到的是 就連惡性中學 他們的老師都必須在放假的時候 去幫忙去助選 那惡性的學生他們的服務時數 竟然是去幫謝國良 去發衛生紙啊 責競選背心啊 那這些關於政治介入校員的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基隆人 你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嗯 你有幫忙 你有幫忙擺攤去收那個連署嗎 那你們目前的成效如何 我們目前統計至昨日是一千三百份 嗯 對那目前今日的都還在收集當中 嗯 那來的基隆人會表達說他們是氣氛什麼或是怎麼樣嗎 還是大家是默默的這種心照不宣一個眼神就知道說 我們就是有這樣子一個想法 其實大家討論的是還蠻熱烈的 就是大家對這個市長從上任到現在的一切作為 其實都會去做分享 那我們其實也會提到說罷免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單一事件所組成 這過程中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謝國楊是可以組織罷免這件事情出現的 那譬如說我們從最一開始 2月1號破門的時候 開始市民提出質疑的時候 他的回應竟然是 這些市民都是機器人 嗯 那後面呢 就是開始有逐漸有罷免的聲音出現 但是真正的罷免行動還沒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的是 他們出現一個反制罷免的行動 可是不管他這過程中 他做出了什麼樣的決定 我們都可以發現 其實他對於市民的質疑 從頭到尾都沒有做出回應 那他就可以說 不是破門 不是他下令的 那對於停車場的那些合約 他一無所知 如果今天這些事情他都知情的話 那我們就會質疑說 那你做的這些是不是對基隆有利 那如果今天真的如同他所說 他全部都不知情的話 那為什麼今天基隆的市民 要接受一個對於什麼樣的政策 都不知情的市長呢 好 非常謝謝彥榮 相信你們這個 一接要3500份左右 那二接要到大概是3萬多份 然後進一步才會到最後的 這個罷免成功的階段要一直到 投出76,979票才是真的成功 那目前正在這個連署當中 我們也非常謝謝 大學生 大四的學生 開始為了自己家鄉來做努力 那我請教逸川哥 我們看 因為Net他這個 基本上我們希望應該是基隆市政府 要告訴我們 拿出你的評分 然後你的內容物是什麼 但是他這個內容就 權利金的部分 我們看這是Net他所整理出來的 他們的市政府的底標是什麼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看 底標固定權利金1500萬 土地住金1155萬 然後這個是一個叫輿情費 其實就是他的什麼提升服務品質費 100萬 還有變動權利金1080萬 然後這個是入庫的金額是3835 是底標價 那我們看微風 哇 厲害囉 全面所有的吻合 底標價一模一樣 那後面他還有一個是20年 你的這個重建的重置經費 1.5億 那他他們標是2.9億的數字 Net的部分 數字每一樣都比他基本上除了租金 是固定的以外 其他都比他們比微風好 他最後他的投標價格是8361.8萬 然後那個重置的經費又是4.08億 也是比微風還要高 這個送禮之後 他們現在請了一個新的律師 是葉慶元 葉慶元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啊 我就開出六個項目啊 國文英文數學 你不能國文好 你就說我就是什麼 要信什麼建中北一女 他就是用這個來舉例說 這個叫冷飯亂炒 可是對大家來講 這就是很容易懂的東西啊 不然你可不可以提出來 成品是多少 太平洋建設他們是多少 大家來做評分嘛 不然我們用這個 全力金的數字來比 就覺得你怎麼可能放棄一個 願意給你更多錢的金基模 然後捨棄說我去讓價格比較低的來得標 好 這個案子當然他有六個評選的項目 這是他一開始招標就公告了 譬如說這個經營團隊過去的績效 他提出的經費 然後他簡報答詢的態度什麼什麼 總共有六大項 葉慶元講得很清楚 他說六大項啊 六大項就這個錢輸你而已啊 其他通通贏你啦 怎樣 這個就是評選厲害的地方啊 就是你在評選的時候發現 這個A廠商給的價格是最差的 對市政務是最不利的 我其他五項我就全部給你 都第一名就好啦 然後把目標設定 設定那個給最多錢那個 都給他最後一名 就只有錢那一項他第一名 這就是這個評選 現在被質疑的地方嘛 這個表其實是這樣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是市政務公告了 這個都叫低標啦 就是市政務公告的時候就說 你開出來的價錢要比這個高 要比這個市政務的高 那微風做什麼事 微風就跟市政務一模一樣 就是沒有比較高 那這個NET 他現在登廣告出來質疑說 你開這種條件 我開的條件是這樣耶 我比你市政務本來要求的3800 我現在給的是8300多萬耶 當然這個太平洋跟陳平 願不願意公布 為什麼 因為NET有它的數字嘛 NET有投標嘛 那微風的這個數字 因為合約已經公開了嘛 所以這個有嘛 那這兩個誰有 這兩個只剩下市政務有 那照道理來說 這兩個的數字可不可以公開 這兩個如果他們不同意就不能公開 簡單講就這樣 市政務即使要公開 也要徵得他們的同意 那因為他們兩個現在可能 站在旁邊看就對了 站在旁邊看就對了 因為他們都是大公司 他們也覺得他們沒有必要 沒有標的就算了 可是這個案子給人最大的質疑是 我們不只一次聽過嘛 那天我好像聽到葉元智也講說 六個都贏耶 他剛剛不講六個評分項目嗎 葉元智說六個評分項目 微風都贏耶 葉元智你怎麼知道啦 那個是不能講的秘密啦 就是說這個事情 國民黨把它操作成為 操作成為政治啊 剛剛那一位那個 應該是女同學嘛 應該是學生 那個我們都不認識啊 對 不認識 然後他們什麼聯絡人 什麼發起人什麼 我們也都不認識 沒有一個人認識 他們不是任何一個黨公子 他們不是任何一個什麼 民進黨或民眾黨的公子 或者是公子的助理 這些人看起來都不是 因為就沒有人發力啊 對 沒有人發力不是 所以這個題目本來就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發起的一個活動 不然你看剛剛那個 跟我們連線那個同學 他講話就是一個大學生在講話 然後他在講的就是基隆 他並沒有把這個事情導到很政治 他就講說什麼 狗狗狗啦什麼什麼 對啊 就是他們生命經驗 說就是市長外站之後有這個問題 有什麼防疫的那個慰問金等等這些東西 那些我們沒住在基隆 我們都只是看媒體說 啊 基隆有這些事情 那他能講那麼多代表他 他就是住在基隆 他講得出來嗎 不然我們一般人沒辦法洋洋灑灑念那麼多 所以這個事情我是給謝國良這樣建議 謝國良你對今天開始你最好點點 你最好點點 因為你會激起大家的鬥志 本來這都已經是沒事 你再掐葉慶元出來講 好好 葉慶元一出現就激起大家的鬥志 我跟你講 本來這個事情 點點都沒有事情 這種要連署也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第一波搞到三千多份這個不難 對 後面那一批要搞到三萬多了 對啊 第二階段要 他們目標是四萬 那三萬都要交身份證了 那不是開玩笑的 你去哪裡找三萬多個人 把身份證交出來 你如果弄到這個基隆市民 全部都起來要反抗 就像當年的韓國瑜一樣的時候 你就慘了 所以這個謝國良 你要躲過這一波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今天開始點點 所以我們就看到他把那個 扛棒下架來了 你說那個這個 六七七五下來了 那個不是重點他是綠色那一行 對就是他不是有一個罵人的 然後人家在問說這個海報是誰做的 是市政委做 還是哪一個局處做 還是謝國良自己花錢 現在已經塞下來變成其他的廣告了 這個策略謝國良你這樣就對了 你最好的點點 冷處理 你如果再掛十塊這個 我跟你講那個罷免就馬上就來了 這個就是這件事情是一個公關危機的處理 但是你因為你一開始選擇錯誤 你自己跳進這個危機 本來都快沒了 然後你又自己出來講了一句兩句之後 把這事情又燒起來 那當然接下來對基隆市政來說 這些基隆市民 他們努力去想要去罷免 那我們也祝福他們 看他們能不能弄成功 但是這個事情謝國良要把他升到政黨 升到政治 升到國民黨都去救他 謝國良我相信你是走錯路了